备受全球关注的薄熙来案一审 终于随着薄熙来被处以无期徒刑而落下了帷幕 但是舆论仍然认为薄熙来真正的罪行并没有得到法律的追究 有一份调查显示 薄熙来、古开来、王立军等人都涉嫌参与了 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行动 那么其中一段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的电话录音 更是直接道出 在薄熙来的背后 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是参与活摘行动的具体负责人之一 今年9月 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对外公开了一封 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专辑 其中列举了19个调查录音和部分调查报告 内容涵盖了从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 原中共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副主任魏建荣 前政治局常委罗干等中共高层官员 到地方的公检法司系统 丢一零办公室官员 以及多个地区的军队武警医院系统的 器官移植医生的调查录音和证词 这些证据除了可以证明活在法轮功学器官这件事情存在了之外 更指出了中共活在法轮功器官这件指控 不是个别的局部的散在的民间的摩擦害命的事件 它是由杨泽民、周永康最高当局 用整个国家体系在中国大陆的组织指挥发现一场系统性的大附争 是在官方的保护和组织下进行的 在追查国际公开的证据中 最引发关注的莫过于薄熙来、王立军、古开来 以及周永康四人的相关罪证录音 那么还可以听到我们最后一个录音就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长远李长春 当别人问到他 说到薄熙来火体车去法轮功学器官这件事情 那么李长春就讲去问周永康 周永康负责这件事 他知道 喂 这个是李长春同志吗 是啊 我是这个罗干办公室的张主任 我们这罗干同志睡觉了 然后他有几句话让我转告您一下 他们好像是说 我们得到消息说 想在您离开期间 还有咱们贾庆林离开期间 这是想摘取摘押法轮功练习者的器官 做器官移植手术这件事情 给薄熙来他们定罪 这当时 你问苏永康 嗯 那个当时 苏永康具体管这个事 他知道 好了你让我秘书在街子跟你说 这句专辑里面呢 还介绍了 我新的老婆 谷开来 先用法轮功学员 做人体术化门 天津季县的 六亿年主任 韩蒋 他 谷开来买的器官 不管是法轮功学员的 露出了一个问题就是 除了法轮功学员之外 那么还有别的 还有这个民友人士啊 藏族啊 维族啊 这些其他人士的呀 卖的也不都是法轮功的 这个你知道不都是法轮功的是吧 里面有一些是这个 上访的那些藏族人和蒙古族人 另外 前重庆市官局局长王立军 在锦州担任官局局长期间 建立了一个名为 锦州市官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的 活人人体实验室 由政法委系统向医院输送法轮功学员器官 一个有205月和王立军实验室 合作的器官医治主任说 他们呢 用了法轮功学员器官吧 而且这个器官是由法院来的 而且我们在调查 锦州法院的时候 行二天的警察也直接承认了 他们是可以提供法轮功学员器官 但是要看对方的出家 据追查国际调查显示 大陆至少有23个省市自治区 相关的医院和器官移植中心 涉嫌参与了活摘器官 涉及的范围几乎涵盖了半个多中国